大家好,我是余峰,来自北京,外交学院英语系毕业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经历了十年的教育教学经验 我今天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有三个求职意向 第一个是校长助理 第二个求职意向是教学总监 第三个是销售总监的助理 谢谢大家 参考老师您好 欢迎余峰 非常非常谢谢您 余峰,您这个外交学院是 在我说我自己的事情之前 我想先给您说一句话 自从看了您的节目之后 我再也不看范维和小启祥的小品了 您特别的机智和幽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觉得在 你确定这是夸我呢,是吧 真的,发自内心的 咱们能说点正事吗 可以,可以 先说学历的问题 哪个外交学院 就是西城区展览录 24号的外交学院 外交学院 对,本科 对 是全日制 对,不是,是业余的 我来说一下我的学历 那么99年 在2002年 我在青岛农业大学 学的外貌英语 当时2002年毕业的时候呢 大专 对,我拿了我的专科学历 和39个荣誉证书 就来到了北京 选择了 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 职高 对,我在里面教那个商务英语 你是大专毕业了 去一个职高当老师 对 同时就开始上外交学院的续本 对 而且是非全日制的 对吧 就是什么 业大 对 或者是 你上的是业大 还是远程 成人高考 专生版 上的是远程 对,最后获得了学历和学士学位 好的 哪年拿到的学士学位 07年 07年 对 在那个高中待到哪年 06年 06年 辞职了之后又去干嘛了呢 对,很想象的一个问题 我去了一家合资的人事保险公司 做了一年之后 我还是发现我喜欢英语 喜欢教学 相对来说这个环境里面 是相对的纯洁一些 好 接下来你就去了新东方面试 并且遭聚 是这样的 为什么 其实让我去面试了 面试我的应该是他的教学主管 两个老 还有老师 还有主管 问了我很多很多很多详细的问题 包括拜次的考试 以及包括他的国际学院问我 怎么来报考拜次考试 我讲得非常的细 回答完之后呢 三天之后就给我 有没有电话 就来了一个 就是说 好,以后再说吧 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的因素他没有指出来 他们的因素可能有 项目基督恨 结果呢 就是这样 稍等稍等 他们羡慕基督恨你 面试我的老师 面试你的老师 为什么会羡慕基督恨你 我觉得他所有的问题 我都已经回答得非常详细了 为什么就来了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答案 不符合或者不需要呢 你自我分析 我没拿到那份工作 为什么 找找自己的理由 自己的原因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哪儿 就这份工作 或者说去找这份工作 去参加这个面试 对于你来说也挺重要的吧 还行吧 就能说 不一定能代表能够交流 能说 不一定代表你在面试官里边 对你一个好的印象 新东方我们全国有 一万名老师 一万五千名老师 而在这一万五千名老师 所面对的一百八十万的 中校学生当中 我们挑选老师的 最重要的标准 不仅仅是 你的英语水平不错 而最重要的是 你的责任心 你的态度 你的价值观 你能够全服身心地 去服务于学生的能力 所以说 某种以上说呢 可能你的面试官 他们认为这方面有欠缺 好 小庄麻烦你来帮我 因为说到是外语教学嘛 先请小庄来考一下英语 谢谢 所以你和英语教育 和新东方 和他们没有给你一个职业 为什么你觉得 他们没有给你一个职业 我认为这个问题 可能是比我更难 因为现在我回答了 先生 所以 直接说 我认为 maybe it is because my attitude when the examiners asked me why you want to choose the New Oriental I say it is a big or a new world school so I want to find a job here but you know my major is English I want to teach the primary school especially for the BATS G's and NCE new concept English but the teachers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high middle school the question just like a VIP class one to one but I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the BATS 2 because I taught BATS 2 这个英语的回答 比中文要好很多 要好很多 就直接回答 可能是不知道 羡慕基督犯怎么说 他开始直接回答 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他问了什么 我说了什么 我能给一个建议吗 你来给一个建议 好的 但是如果是 完美 就太可怕了 你认为别人 都觉得你是 完全是完美的 至少可以说 是接近自负 刚才说了三个字 对不对 自信 对 自信 第二个词 乐观 乐观 对 我非常乐观 完美 完美 是这样的 本身我是一个 处女座的人 对做什么事 有严格的要求 本身的执行力 也非常到位 也就是说 你要求我做到80% 我肯定会做到99% 或100% 我甚至可能会熬夜 要把这一个case给做完 我觉得你要放弃完美 你为什么要追求完美呢 你如果你身上 把完美这个字丢掉了 你应该是完美的 这样 咱们就这么聊完了之后 现场 都是同学 来自天津山海大学的 同学 对不对 不偏激 公正的 来描述一下 自己对于峰的感受 好不好 来 先从这位女生开始 我找一男一女 两位同学 来 就是我感觉 这个老师 他自我中心感比较强 然后就可能 如果学生要给他提意见 他不会接受 他可能就是 会劝导那个学生 接受他自个儿的想法 只要是正确的 我都会接受 因为老师也有 教学向导的一个过程 老师不可能 但是这位同学 担心的是 他提完意见之后 你会说那是错误的 不 我担心的是 他会把他的思想 传导给我 然后导致我觉得 我的思想是错误的 好 这个同学这个逻辑关系 实在是复杂和清晰 好 12位 余峰氏 屈氏流 选择 谢谢大家 好 我也离开 天生我有才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 就是作为英语培训的 其实对老师的要求 还是挺高的 对 然后其实就信仰到 我相信 就陈总也是有 这么一个要求 就是对我们 老师要求是 不断的自我提高 你做了十年的英语教师 其实现在的学生的水平 跟十年前的学生的水平 是有很明显的差别 所以我想问问 你这十年当中 你自己做过什么 来提高你自己自身的英语水平 具体做的哪些事情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只教新概念 后来呢 考取了拜词的考官 来做这个 拜词的考验辅导 考了两个证书之后呢 我想来做教学这一块 那么证书的提高 拿到这个考官证书呢 其实就是我一个水平的 一个在进步 刚才没机会问一个 特别重要问题 你说你上一个工作 辞职的原因 是因为平台小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这是我一个朋友说 你天天东门西跑去上课 那么这样的 我给你租一个地方 我来做他的教学总监 所有的事情 由我来运营 所有我来运营 招生啊 包括招聘师资 学生呢 从原先的一个人 到后来的三十多个人 但是后来 由于资金链的断裂 你也知道 宁愿去一个 大的正规的机构 也不像去一个小的机构 除非你是一个 特别好的老师 那么做了两年之后呢 我感觉 如果是同样一块东西 放在不同的地方 会有不同的价格 做得非常累 所以说我想 把我现有的 这个知识和水平 以及这教学经验的积累 换一个平台 来 李峰提问 我要提醒他 我看到他 我特别听他着急 就仿佛十几年前的我 他是处女座嘛 处女座最大的问题 就是较真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总希望表现给别人 是完美的自己 其实有一点你忘了 处女座是最善于 自我反省的 如果你要是把自我反省的东西 告诉大家 你先忘掉 我就是 我不是完美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一切就OK了 好 相同 但另外呢 我想提个特别重要的建议啊 你的简历当中写到 你从2010年 在某家公司做教学总监 同时从2007年到现在 在恩多加大机构里边 来兼职做游女老师 换句话说 就像你同时谈了十几个女朋友 然后呢 一直在谈 然后在漂泊 这样呢 别人说啊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有特长啊 我在A级工作过 我在B级工作过 我在C D都工作过 你看今天我来了 我很牛 我很棒 我做好准备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明白我这样说的 其实 我来看你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从外来看 非常优秀的 也是非常自信的 但是有时候 如果能够把自信 稍微收敛一点 然后稍微静一点 然后再展现一把 好 可能就会特别的 真正接近你的完美 谢谢向东的提示 七位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虞峰 逝去是流 选择 苏仔离开 杜奎离开 好 新航道 国际教育集团 留下来了 谈前不上感情 小庄先说 十位 一进来 肯定是从助教开始 尽管有这个十年的经验 也许我们更快的可以 你可以进入到 也许助教就当了两个月 就去做老师了 也有可能 也许老师又当了两个月 又往上走了 然后我今天我可以给你承诺的 在这个适用地里一个薪水 也就是两个三千块钱 然后如果你表现得好 你的课也会更多 你通过课室也可以赚更多 还有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 因为他表得非常清楚了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这份工作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希望你 在回去看这段节目的时候 能够看出点什么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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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